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头条历史 1936年12月 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舰 扣押蒋介石 逼蒋连共抗日 第二年1月 国民政府委员会下令将张学良交给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自此张学良失去自由 直到1990年全面恢复人身自由 共被软禁54年 蒋介石手下的特务机关还专门对张学良始终保持严密监视 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张学良逃跑 在这期间 张学良也不是没有机会脱身 在被软禁的第十年 也就是1946年 张学良迎来了一次重获自由的机会 蒋介石提出了三个条件 只要张学良答应便放了他 然而却遭到了张学良的断然拒绝 那么蒋介石到底给张学良开出了什么样的条件 以至于张学良连恢复自由都不要也不肯答应 1946年随着抗战的爆发 张学良一路辗转来到了童子 此时正是当年军委会判他看管十年到期的那一年 这一年 张学良整天都满怀希望 盼望着这失去自由的日子总该到头了吧 然而 现实就如同冷冰冰的巴掌一般 打在张学良的脸上 这一年中 除了军统审罪来过一次 告诉他戴笠已经遇难的消息外 并没有再来什么人看望过他 更不要说那个让他高兴的好消息了 直到9月的一天 曾经的下属莫德惠的到来 才终于让他看到了一丝自由的曙光 而这所谓的曙光还真不是他自己凭空幻想的 其实这已经不是莫德惠第一次前来看望张学良了 却只有这次 他们见面是没有军统特务陪同的 而且 莫德惠告诉过张学良 这次他是带着蒋介石的手遇来的 这次见面 莫德惠的心情格外的好 两人刚一坐定 他就迫不及待的告诉张学良 你自由在望了 对于这样的消息 张学良不止盼了一天两天 于是他顿时便来了精神 两只眼睛放出神采的说 你说说 让我高兴高兴 原来 自从张学良被限制自由后 社会各界中就始终有人为他不时发声 特别指此刑满之计 呼吁还张学良以自由的声音就更加高涨 蒋介石迫于刑事 就表示同意将张学良解除管束 不过却要他先答应三个条件再说 张学良默不作声的听着 莫德惠则不紧不慢的说 一 承认西安的事是上了他人的当 二 交还918事变时 蒋介石在南京发给他的那封电报 三 自由后必须出国居住 听完莫德惠的话 张学良的脸色已经变得异常难看 他早想到蒋介石不会轻易放他 不过条件也是可以谈的 却没想到蒋介石的条件竟如此苛刻 随后 张学良几乎是不假思索的 便向莫德惠表示了拒绝 并告诉他 自由与我无缘了 对于张学良坚定的表态 莫德惠颇感意外 尽管他也知道 张学良不可避免的要承受一些委屈 可毕竟留得青山在不愁煤柴烧 如果再过一个十年 张学良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他不敢再想下去了 便不停地苦劝张学良一定要从长计议 张学良当然知道莫德惠的苦心 不过自他听了这三个条件就已彻底的心灰意冷 那么张学良到底为什么放着到嘴边的自由不要 也不愿接受蒋介石提出的这三个要求呢 我们先来看看蒋介石提出的第一个条件 承认西安的事是上了他人的当 而这里的他人自然就是指的共产党 西安事变虽然是在张学良 杨虎城和共产党的共同作用下发生的 但在张学良心里 从劝蒋抗日到逼蒋抗日都是他的主意 他急切地试图澄清 在西安事变前完全没有和共产党有过商量 更别提兵舰 兵舰后蒋介石仍不肯答应 此时南京大兵压境 西安形势危险复杂 为了解决问题 张学良才奠请共产党的周恩来来到西安 要他把西安事变的罪责全部栽赃到他人头上 这等背叛良心背叛人格的事情 他是不能干的 然后是第二个条件 交还918事变时 蒋介石在南京发给他的那封电报 而这封电报指的则是 918事变前后 蒋介石给张学良下发的不抵抗政策的手遇 早在1930年8月间 中村事件发生后 蒋介石就电告张学良 无论以后日军在东北如何挑衅 都不应于以抵抗 在918后的第二天 蒋介石又发来电报 告诉他日军在沈阳的行动 要作为地方事件处理 应尽量避免冲突 一切忍让误逞一时之分 以免事态扩大不好收拾 关于这点 张学良又强调 他从不说谎 更不做对历史不负责任的事 关于918事变的真相 张学良始终认为 他有责任让中国人知道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至于这第三点 要求张学良移居国外 张学良坚持认为 他是中国人 为什么要到外国去 蒋介石之所以让他出国 无非是怕他召集救部 重掌兵权 其实在这点上 他早就表示过 出去后不带兵 不问政 只做个纯粹的闲人 哪怕做个教书先生也行 可现在来看 蒋介石连这点 竟也容不下 之后 张学良和莫德惠 还一直交谈了很久 从惋惜到理解 莫德惠的内心 对张学良又多添了一分敬意 尽管他是高兴而来 失望而归的 而此时 他真正的失望 却已不再是对张学良的了 或许他也会想 蒋介石这三个条件里 到底又有几分的诚意可言呢 照张学良自己的话说 就是 如果为了自由 而接受这三个条件 他还是张学良吗 张学良唯一一次 接近自由的机会 就这样被他断然放弃了 正是在同一年 国共两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上 中国共产党曾提出释放张 但未获奖同意 随即 逐步发生第二次国共内战 莫德惠离开后不久 张学良就被带离重庆 与赵一迪一同被送到台北 在台湾继续他长达半个世纪的软禁生活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感兴趣的观众朋友 在留言区留下宝贵的意见 或是参与讨论互动 喜欢欧阳的观众朋友 也请不要忘记给欧阳点个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